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19项共同建议 台湾美景无运行快开放人体常驻 针对日本此前放话要击落中国无人机的言论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回应 如果日方要击落中国飞机 那就是一种战争行为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反击 中国军方的警告是否会遏制日本的嚣张气焰 稍后的热点偷视与军事专家未必解析 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27号在广西南宁闭幕 论坛通过了19项共同建议 此次论坛以扩大交流合作共同振兴中华为主题 探讨议题涉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 论坛通过的19项协议包括 支持上海自贸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开展合作 加速立案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实施 我觉得未来的签订是必然的要签订 不可能把服务业服务贸易 帮着台湾走出去的这些协议和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协议 去把它无限期的各自 只要大家努力都可以化解都可以去推动 共同建议还支持两岸合拍电影 电视剧加强两岸影视演职人员及创作人才的双向交流的 将来如果我们再不把握时机两岸互补 然后去共创双赢的机会的话 有一天我们反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国际市场早就被人家站马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自06年举办至今已经有第九届了 从最初的国共两党进行合作 共同举办论坛到现在吸引了台湾各党派的共同参与 这不仅代表着该论坛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更推动了两岸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 向更深层次发展 当时记者广西南宁报道 论坛通过的19项共同建议当中 包括要加强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 台湾媒体在论坛上呼吁要尽快开放媒体常驻 台湾联合报社长向国宁表示 两岸新闻与出版已迈入了新汇流时代 他期盼两岸主管部门尽快开放媒体常驻 同时开放非政治性商业广告 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黎盛芬表示 媒体常驻世界好事 目前驻点人员每三个月就要更换 不仅增加了无谓的人力资源成本 而且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品质 希望两岸相关部门尊重媒体的需求 在28号出版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等台湾各大报纸 对于较大的篇幅对此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进行了报道 报道集中关注了此次论坛行政的19项共同建议 而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能否实现互访 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联合报就以吴伯雄抛主管互访台下报掌声为题进行了报道 报道引用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的话说 国台办主任没有去过台湾 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没有到过大陆 这是很值得突破的希望能够创造机会 紧速实现互访 甚至他还以原载为例 希望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互访的时间 不要拖到团团和圆圆升第二胎的时候 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下面请您收看简讯 10月26号到11月2号 由中央电视台与台湾中间电视台共同举办的 第12届海峡两岸知识大赛在北京举行 从海峡两岸报名的上万名选手中 脱颖而出的40人 组成一名大陆选手加一名台湾选手的双人队伍 通过六场晋级赛与一场总决赛争夺大赛冠军 此次大赛打破了单纯只是比赛的常规 融入了音乐游戏情景剧等丰富多彩的比赛形式 增加节目趣味性与欣赏性 25号晚大陆跳水花样游泳优秀选手 在台北市立大学天母校区举行了赴台后的首场演出 花游选手们在泳池内展现了妙满的身姿 跳水皇后吴米霞领前的跳水队员们的表演 更是引发观众的高声喝彩 台湾的小跳水队选手也上场仪式身手 与大陆跳水梦之队相互切磋 中国军方严正回应日本挑衅言论 称如果日本击落中国无人机就是宣战 中国必将反击 中国此在严正调态传达什么信息 日本能否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 请看本期热点偷视 日本若击落中国无人机就是宣战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针对日前日本方面扬言要击落中国军用无人机的言论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26号回应称 中国飞机从未侵犯他国领空 如果像日本方面所说的要采取击落等强硬手段 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严重挑衅 是一种战争行为 中国方面必将采取果断的措施予以反击 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要反复炒作中国的无人机问题 而中国的严正警告又是否会让日本的挑衅行为有所收敛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照中教授 做相关的介绍 您好 嗯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一开始 首先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针对此前日方扬言要击落中国军队无人机的言论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26号回应称 中国飞机从未侵犯他国领空 也绝不允许别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 如果像日方所说采取击落等强制措施 就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是一种战争行为 我们必将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击 以及后果由肇事方承担 柯延生表示 中国军队飞机包括无人机在东海有关海域的正常训练和飞跃活动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世界 其实就无人机问题 中方呢已经多次向日本做出回应 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中方的这个严正警告 那么这种警告的程度和之前相比是不是要严厉的很多 公布新闻发言人耿燕生大叫他这个发言的话呢 我感觉可以分三个层次去解读吧 一个呢是讲了我们的原则 我们这个不会到别的国家的领空去 别的国家到中国来也不行 对 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呢就是定性 这个你击落中国的无人机 那是我们的现役装备 对不对 你击落以后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一种侵犯 对不对 当然是一种战争行为 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发生了这种事 怎么办 我们要自为反击 要严惩肇事者 这个也算不上严厉 这是中国维权 按照国际法维权的一种必然的一种措施 这个好像现在媒体在解读这个事情有点过于解读 好像中国又要强硬了 这跟强硬没有关系 对吧 就应该这样 别的国家也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呢 应该平常的心态去理解这个事情 如果你在掉一岛上空 你在中国的专事经营区上空 击落中国的任何飞行器 包括我的无人机或有人驾驶飞机 或者任何飞行 你这都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如果说你击落了 我说击落就击落吧 那证明我无能 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那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尊严在这个地方的 那是绝不可以的 我必须要 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医院的溜弯 对方过来一根石头 把他砸死了 那必须要找谁 谁干呢 我可以当时就用任何的手段 对你进行反应 凭什么砸我 在自己家院 我没住院 所以说我是讲的 这个法律地位 是在自己的专业经营区 和掉一岛上空 如果你击落了 我必须要收拾你 旗帜先明的 表明我们的态度 让日本能够很清楚的 看到这一点 那么说到日本 为什么三番五次的 要炒作中国的无人机 这件事情 说要击落中国的无人机 那么从他这个军事手段 或者是军事实力来说 他究竟具备哪些方面的手段 日本主要是 今年一月份 纳巴这个机场的话 经过扩建以后 那么开始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以后 他可以在这个地方 部署他的A2C预警机 还可以部署他的F15 相对来讲 距离掉一岛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反应时间缩短了 缩短以后 从纳巴机上起飞以后 那么大约十几分钟 二十三分钟 就掉了一岛这个上空了 也可以对他所宣布的 防空识别区进行巡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日本感觉 他在一线 有这样的一线机场 另外的话 还有美军在冲绳 部署的一些飞机 所以说他感觉胆子有点大 从技术上来讲 军事上来讲 是这样一种态势 除了军事机场之外 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这种武器装备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军事部署 军事部署就是从去年一来 日本开始进行地岛部署 像最近在云南国岛 硫磺岛 包括纳巴 冲绳周边 进行这样的部署 部署主要是一部分 就是部署他的侦察监视系统 你得先发现 再一个就是预警引导系统 就是他的预警机 这样的话 就是发现之后的话 会引导他的战斗机起飞 这个其实已经使用了 这个多次出动 他的F15 对中国进行检视 好 那刚才前面您也提到 这一次中国国防部 可以说是非常气质鲜明的 表明了我们中方的立场 把这个事情的性质 包括如果击落 我们会怎么做 就是我们会采取果断的措施 反击 那么说到中国这个反击的措施 您认为大家会包括哪些方面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的话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一个就是对日本这种行为 它现在还没有发生 发生以后会根据这种行为做判定 它是不是属于先发制人 所谓的先发制人 我们知道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 那就属于先发制人 原来是和平时期 结果他偷袭珍珠港 这属于先发制人 我没照着你 结果你给我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如果是先发制人的话 应该说毫不犹豫的 就会引发战争 第二种模式 我感觉就属于故意挑衅 也算是故意挑衅 故意挑衅 比方说中国的飞机 我们的军舰 我们的无人机 在中国宣布的掉一道领空 或者是领海 在中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 进行正常的巡逻 进行正常的任务 在这个地方活动 然后日本使用舰艇 或者飞机进来之后 那么故意挑衅 做一些挑衅性的行动 比方说发射阳光弹 驱离等等 甚至包括击落等等这些 这个就属于故意挑衅 故意挑衅的话 我们应该是毫不犹豫的进行作为反击 我感觉这些事情不用请示 要按照我们法律规定 这个部队要预先有这样的预案 什么情况下可以委托指挥 一线指挥员直接可以做出指挥 比方说你直接打我了 我马上就反击 这个应该是有限的反击 因为这属于它主动挑衅 对不对 第三种方式属于意外碰撞 属于事故 就像2001年4月份的中美撞击事件 美国到中国来进行侦查 双方发生了碰撞事件 美国侵犯中国的主权 在三亚零水机场降落 这样的事件 要按照碰撞来去解决 双方这种情况下 要慎重 要通过外交途径 双方的军方进行这方面的解决 但是如果是前两种 不管是宪法制度上 还是顾虑挑衅 那么肯定性质 就是像我们国防部所说的 就是战争行为 那么我们肯定要维护 国家的领头主权 毫不犹豫的来给予反击 好 那么说到中国的污人机问题 尽管中方之前反复的 已经是多次回应日方 给予警告 但是我们看到 日方并没有有所收敛 反而是变本加厉的 愈演愈烈 那么您觉得 此次中方又非常明确的 给予了这种严厉的警告 那么日本方面 在这个污人机问题上 会有所收敛吗 或者是停止这种挑衅吗 日本现在是这样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 就是安倍晋三 他发表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来了以后 就给你击落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过激的言论 这样的一种言论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政治家的一种作秀 一种政治宣誓 一线的作战部队 比方说他的航空自卫队 并不能按照首相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表态 就去真打枪 真打炮 真去作战 这是不可以的 军队是有军队的一套的 这个指挥程序 我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安倍的这种政治宣誓 是捞取国内的政治资本 然后在国际上构建 反华的统一战线 那么给美国当马前卒 就是他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他的部队 不能够按照他这个东西去真打 我必须讲清楚这一个事情 我查了一下 他的航空自卫队法 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 按照这个航空自卫队法 那就是外国的军用飞机 或者是民用飞机 那么航空器进入了日本的领空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 要起飞他的战斗机 那么进行拦截 首先要看清对方来的是个什么飞机 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 要看清楚这个目标 看清楚之后 第二步要向对方发出警告 警告于两种 一种是无线电警告 无线电警告就是按照军用民用 不同的编码向对方发出警告 询问对方是谁 为什么到这来 你已经越境 这个要发出警告 再就是用语音 语音通信 神高平电话 那么向对方进行警告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如果对方确认 已经进入到日本领空了 对方还不回去 这个时候 飞机要做出拦截的姿态 就是空军飞机怎么拦截 做什么姿态 在飞行员的训练当中都有 比方说两架飞机 在一个侧翼山东翅膀 做出拦截的 这个他们的战术动作都有 要做出拦截的战术动作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还不听 不听以后发射夜光弹 夜光弹 为什么是夜光弹 因为在夜晚的时候 它是一道亮光 让你非常的清楚 白天也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发射夜光弹 不能是照着飞机去发 你得要略过飞机的机头 让飞行员看到 对方在进行严厉警告 夜光弹以后还不听 不听以后要进行迫降 要进行驱离 驱离以后 飞机通过战术动作 给你赶跑 如果还不走 要进行迫降 迫降还不降 这个时候要请示地面指挥员 可以不可以击落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按照击落的程序击落 你看前面五六个程序 不经过前面五六个程序 上来就说击落 安倍 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也就是像您所说的 是不是最终赶击落 在军方有一系列的程序要走 但是之前我们看到 就在前两天 安倍也已经批准了 就是正式批准了 允许击落 所谓侵犯日本领空的无人机 这样一个计划已经批准了 那么您预测 就是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尽管走过了这一系列程序 但是日本 它仅仅是说说而已 它不敢真的击落我们的飞机 还有一个判断 就是 日本在东海化了几个区域 离着中国最近的一个区域 叫防空识别区 离着浙江这块是130多公里 140公里 就很近的 这个防空识别区 这个是无效的 再一个 钓鱼岛周围 它画了领空和领海 这个也是非法的无效的 因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 那么再往后的话 它画了一个日中的一个中间线 这个中间线我们也不承认 那就是说防空识别区 这个日中的中间线 海上的画界和这个钓鱼岛的领空 这三个我们都不承认 那日本的法律 它就不适合于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无人机 无人机是没有人驾驶的 我前面说的几个拦截程序 都是适用有人驾驶飞行 比方说你给他喊话 他听不见 他上面没有飞行员 你给他发夜光大 他也看不见 所以说日本从来也没碰到过 对付这个目标该怎么办 这需要一个法律实践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规范海洋 是完全讲的 其中有一章 专门讲的 当外国的飞机侵犯领空 以后怎么办 专门有一章写这个 1987年有一个战例 就是苏联的一架图16 那个飞机真的进入了冲绳 进入它领空了 进入领空以后 它的F4起飞以后进行拦截 拦截以后 苏联说知道了 哪这么多啰嗦事 还往里飞 这个中间警告什么什么 这个程序走了四分钟 四分钟最后它去拦截 拦截以后 苏联飞行人不理 它一直往冲绳走 最后在里头待了 它知道进入它领空 还在里待了七分钟 日本它也没有敢开炮 你现在敢给中国的飞机开炮 没有这个可能 它敢 那不可能 但是当然了 如果说别的国家的飞行器 像我刚才讲的苏联 都快进冲绳了 那是明显的进入到 最后苏联都道歉了 它真是进入 对不起 我是导航系统出错误了 那个飞行员 我已经跟他教育过了 他导航系统出错误了 那是另外一个情况 中国我们说了吗 葛恩胜大校他说的 我们从来也不会进入你的领空 也绝不允许你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消息称 发现中国空军四大军机 飞越冲绳主岛和公共岛之间的 公海上空 从东海飞向太平洋 日本航空自卫队 纳巴结底战斗机 紧急升空应对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亚洲地区国家都担心 中国正在加强军队 并表示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 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 日本为什么针对中国的这些 飞机舰船 往往是这种小题大做的这种感觉 动不动就什么升空紧急应对 应对什么 这个是这样 我们都是过来人 80年代我们刚改开放的时候 外国人到北京来 我们都追着看 都像外国人在哪国家 看人家特奇怪 怎么长这么高 怎么皮肤颜色跟我们不一样 现在绝不会存在这种现象 因为外国人来太多了 我们的话 过去出第一岛链比较少 不管是军舰 还是军用飞机 出第一岛链比较少 我们有权出去 但是我们能力相对差一点 那么这些年 由于我们的军事力量 发展的比过去好了一些了 好了一些 我们就可以出远洋走向深蓝 那个宫谷海峡 宽三四百公里 比台湾海峡还宽 因为我们不是随便走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感觉是这样 中国进出第一岛链 任何一个海峡 那么都是想走就走 想回就回 日本犯不着大惊小怪 那么为什么大惊小怪 那是双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日本没必要 这么大惊小机度上 再一个我们出去也比较少了 以后多出去不就是了吗 对不对 让他司空见惯 每个礼拜每天都能看到 他来不及了 还有我们这个事 啥都是一分为二的 咱们平常竞技性的 打球体育运动 有陪练 日本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你侦查我 我还侦查你 你敌尽我侦查 我还敌尽你侦查 这有个陪练也不是一件坏事 反正公海 就像在马路上走车似的 你也不能说不让他盯手 对不对 我走我的路 你走你的路 咱们该干啥干啥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感觉是这样 没有什么必要炒作 就是正常心 平常心 毕竟我们都是正常的训练 或者正常的巡航之法 好 我们再看看 刚才短评当中提到说 安倍说现在亚洲国家 都认为中国军被扩张 所以都非常的担心 因此日本就要在亚太的安全事务当中 起领导作用 那么对这样的一种言论 就有分析认为说 安倍就是想借中国威胁论 来提高日本的地位和作用 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事很奇怪的 我也是昨天刚看的 因为安倍现在 昨天他是去视察他的部队 包括他的西埔联 空艇团 就是他新搞的海军陆战队 他在视察 是要观众人讲话 他说他发挥什么领导作用 日本什么时候成领导了 什么时候成领导 你现在连经济都排老三了 你成领导了 安倍他大约什么思路 他原来日本他是当老二 美国是老大 他当老二 给美国当保险主 美国说让他干啥 他就干啥 比较听话 所以说他习惯于这种状态 那么现在的话 就突然出来一个 他感觉中国经济超过他了 而且中国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周边外交 今年异常的活跃 这是我们整个的形势非常好 安慰在中国的周围 这个布局 搞共同价值观 搞建立统一战线 搞半天也没搞起来 没搞起来 他想的话 原来是想借着美国 战略东移 或者战略再平衡 然后给美国当马线足了 结果美国现在越来越看 没这个事似的 从今年的APEC 东亚峰会 所以美国一路往后抽抽 刚才咱们讲的 中国出第一岛链 我的军舰飞机出第一岛链 都是日本在那大呼小叫 美国人 挺好 你来吧 美国军舰在海上见了 我们还跟我们打招呼 Hello 美国它全球转 这是中国人应该去的地方 你大金小贵上 他现在就故意把小事炒大 把芝麻说成西瓜 说中国威胁不得了 不仅威胁日本 还威胁菲律宾 还威胁南海生存国 而且说整个亚太 人家都担心 那你说怎么办 中国这么大威胁 你们找谁去 找美国 美国不来了 你看APEC它都不来了 对不对 你找谁去 人家又搞监听 弄得大家人心慌慌 都不跟着美国走了 那你就只能找老二了 这是日本的一种心态 我们看到 另外对日本的一些媒体报道 说现在安倍 正在推行一种 所谓的叫保密法 其目的就是要增加 其日本自卫队 在海外的活动范围 那么这方面的情况 据您了解是怎么样 它这个特别保密法是这样 就是保密 任何一国家都保密 对不对 现在有一些国家 保密保得不好 就是认为 他们自己跟美国太铁了 像默克尔 什么法国 他们感觉跟美国太铁了 所以打电话也不注意 在美国一卸听 默克尔卸听十多年了 现在安倍 安倍这个时候跳下来说 你看看美国都监听你们 他不监听我 我给美国铁了 美国要监听 第一个就得监听安倍 这家伙太调皮打蛋了 这个他是他没放线 美国哪里不监听 对不对 都监听 他这个特别保密法 倒不是针对这个 特别保密法 它主要是针对公务员 公务员就是包括 自卫队的所有的官员 包括国家的公务员 这个公务员就是说 你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能说 如果说你泄露了机密 在四个方面 一个是防务 一个是外交 他把外交也放进去了 间谍 再就是反恐 这四个方面 你要是瞎说胡说八道 然后抓着 过去派一年 现在刑期增加到十年 叫特别保密法 你通过这个特别保密法以后 你日本将来军费 你要保密 你造舰的计划 你要保密 你搞什么烂七八糟的辅导和事故的处理 你要保密 你搞什么将来的国防军 啥的 你都保密 谁知道你干什么 媒体就没法监督你 没法监督你 又以军文主义复活 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的话 我就担心 你搞法是可以的 你自己 但是你如果涉及到这些方面的东西 你失去媒体的监督 失去了国际的监督 连美国都不让人知道 美国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倒过什么东西 这个是太危险了